綠粉紅少年遇台獨小歌 最後一幕超療癒 中共東海艦隊軍人回家探親 趕上村子被搶徵地被打 全張家街武警搶拆村 遭埋伏 死傷慘重 7月3日 週三 下面是詳細內容 7月3日 在海外X平台上流傳了一支影片 台灣網紅小歌遇到了一群大陸少年小粉紅 這群好奇的小粉紅 與台灣小歌的對話 無黨八股的激動 反而帶著一種懵懂的可愛 引起了網絡圍觀 這位台灣小歌是台灣網紅尼克星 連上線之後 小粉紅上來就連豬炮發地問 喂 英俊 你在台北嗎? 你支持中國嗎? 你是中國人嗎? 你會支持中國嗎? 小歌尼克星 好無奈地表示 我支持台灣 又被問到 你認為台灣是中國嗎? 小歌又回答 不是 我都不認識 我真是不知你為什麼一直要說是 現在就是不是嘛 小粉紅追問 台灣難道不是中國的嗎? 台灣小歌回答 我問你了 好像我們要去中國 我們是不是要有台胞證? 還要查一大爛餐 而且我們目前也不是歸中共政府管轄的 那我們怎麼會算是中國的? 小粉紅又插了一句 一國兩制嘛 小歌耐心解釋 現在就是管不了 就是不是 我們就現實點來看 現階段就真的不是嘛 怎麼一直要硬要呢? 你說是不是? 有時候人就是不喜歡那種硬來的感覺 你們這種硬來的感覺 真是令台灣人很排斥的 你知道嗎? 小粉紅表示 意思是台灣的本土屬於中國 這樣而已 小歌回應說 這個階段還未屬於 接著小歌耳美心腸又說一句 又沒有問過美國大哥的意見先 小粉紅又追問 那你覺得你是哪個國家的? 小歌說 我是台灣的咯 小粉紅一陣激動 並驚訝互相議論紛紛 你是台獨? 小歌一邊覺得很好笑 一邊耐心地解釋起來 你是台獨? 為什麼會遇到台獨的? 你不要那麼激動 兩岸交流一下意見先 對不對? 你看 在中國你們的言論 還是受到這麼嚴密的審查 多恐怖啊 我只是說這些你也受不了 你台獨你玩完了 我要舉報你 那有什麼意思呢? 好無聊啊 真是 我覺得我們在台灣 我比較喜歡享受的 就是言論自由的社會 小歌表示 好像現在台灣總統是賴清德 我可以說 賴清德怎樣怎樣 我都不會有什麼事 但是你們可以嗎? 你們可以批評你們的領導嗎? 到這裏 這群少年粉紅似乎被小歌的話打動了 眼神變得清晰 好像從來沒聽過這樣的論調 眼都凸了 有些表示 但是我愛中國 不想鬧中國的領導 小歌說 我也很愛中國 不想鬧中國的領導 我也很愛台灣 不過 做得不好就是可以經過人民的檢視 不是說愛就是無條件包容的嘛 小粉紅覺得 但是習近平做的 都是做得很好 小歌說 哎呀 沒有人是完美的嘛 沒有人做的決定都是對的 他一定還有一些錯誤的東西 一定有一些錯誤的決策 那 很明顯 你就沒有辦法這樣去說了 你們人民沒有辦法去說 你們就只能聽 就覺得永遠都是對 永遠都是愛國 用愛國來包容一切 這樣不是真的嘛 兄弟 我覺得 這個就是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啦 這個時候 小粉紅開始 認同台灣小歌尼克星 最後居然 是非常友善開心的 互相做了愛你的手勢 結束了對話 小粉紅表示 是 是 你那邊 還是開放一些 我們這邊 還是封建一些 對 說老實話 就是這樣 說現實層面 其實就是這樣 現實就是 是他們不開放我們 還是有些封建 然後 小歌說 我身為台灣的 有一些小想法 有線交流一下 我覺得還是很不錯的 希望未來 我們兩岸的人能夠和平 好不好 沒什麼要說了 拜拜 愛你們呀 好了 拜拜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guys 愛你們呀 愛你們 不同以往 這次這群少年 和台灣網紅小歌尼克星的對話 是以完美的方式結束了 小歌的忍耐和清晰感 講解 令這群少年開了笑 網友紛紛留言表示 狂熱的洗腦 最後還是理智的回應 非常好呀 交流各書幾件 台灣小歌幾句說 幫一群愛國小粉紅恢復了出廠設置 鬧完台獨之後 最後說愛你 太開心了 已經是非常可愛的小粉紅了 他們最後很可愛 也有網友表示擔心 這幾位年輕人希望他們平安 這個畫面上的幾個 現在應該在這裡接受思想審查了 理由是接收台獨思想 一句說 令中共十幾年洗腦教育白費 有來自大陸網友留言表示 我們從小受的教育就是這樣 我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樣 上面給我們的灌輸什麼思想 我們不會思考和求真 如果反駁 周圍的老師、親戚、同學都會指責你 全部接收才是最正確的做法 哪怕現在我們看到外面的世界 回國後 我們還是會和周圍保持一致的論調 在不同的環境下 有些時候真是沒辦法 中共開倒車的政策正在這裡 掀壓中國各個階層的老百姓 7月2日 有一則影片也在網上流傳 一個中共東海艦隊當兵的小伙子 回到老家 學壁時探親 結果碰上條村被強行徵地 將他和家人打傷 影片中 警察查訓問小伙子服役的部隊 東海艦隊 拍攝者表示 對呀 東海艦隊海軍 回來家探親 就捱打了 臉流血的大媽 還叫不要拍 拍攝者問 誰說 羅鵬飛? 哦 那個政府啊 打著素黑除惡的記號 進人家家搶東西 進來就開始拿棍打 進來就搶 有網友評論 要你想戰場 抗洪 維穩的時候 你們是人民的帝兵 用完之後就理得你 戰死、餓死、病死、失業 所以不要認為你當兵 被中共賣命 你就了不起呀 你就升趙 其實你最多只是個炮灰而已 張家界全武警強拆穿 遭埋伏死傷慘重 中國近期發生訴訟殺警案 顯示民眾對助就違約的 中國警察的怒火徹底爆發 X帳號 火焰革命 7月2日發布影片 並發文表示 張家界清拆武警 因觸發防止主人 埋的炸藥 而傷亡慘重 相關影片顯示 大量警察躺在地上 有些已經死了 有些則是失去意識 不過這項消息 目前無法獲得證實 X帳號 環購聶奇指出 一名醉嫁女子直接撞向交通警 被交通警帶下車 但強調自己也不怕 相關影片中 女子被交通警包圍也毫無畏懼 聲稱 交通警 不要攻擊我 如果不是 我會踩油的 女子還說 交通警死就死了 她會配合法律結果 不僅是警察成為民眾的攻擊目標 穿霸也是民眾的襲擊對象 X帳號罪惡之誠說 內蒙古自治區 土密特佐奇公安局 6月28日發布警情通報說 6月18日凌晨3點多 土密特佐奇拆數齊鎮20家村 發生重大刑事案件 一共5人遇害 案發後 聽此原三級公安機關 立即組織警力 對潛逃的疑犯 霍民常實施逮捕 霍民常在28日8時3分被逮捕 當地民眾表示 霍民常是被逼走投無路才會殺人 被殺害的同家族成員 是當地有力的人士 家族首腦 和地區各種官方 勢力人士有關係 官方靠他們的勢力管理村民 這個有力家族 多年來 考取豪奪同村村民財產 而霍民常正是受害者之一 霍民常曾多次向當地警方求助 卻總是不被理睬 還被警告不要尋人之事 X帳號北京罕爺也說 霍民常令某人舉報自己 這樣這個人 就可以獲得3萬人民幣賞金 這個人表示那些獎金 他一個先都不會要 會將全部錢交給訪問上父親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 點讚及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訂閱 訂閱 按讚 訂閱 訂閱 按讚 訂閱 訂閱 按讚